早晨 来到1月18日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艾尔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 图例师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嗨 早晨 大家好 美国经济数据好 刺激到债息又再升 美国星期三都继续向下 港股昨天急跌后 恒指亦其实升23点 科技股ADR又反弹 稍后都会问Andy如何判断最新的 外围之港股的走势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的美股表现 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数据好过预期 加上近期联储局官员的言论偏樱 令市场对于三月减息的预期降温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4.1 三十年期债息突破4.3 导致一度跌228 周市跌94 报37266 连跌三个交易日 标指跌26 报4739 纳指跌88 报14855 欧洲股市跌大约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 欧央行可能在今年夏季减息 再看看焦点美股 焦点股因为大NVIDIA回套0.5% Abo 560.53美元 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割 Tesla股价跌2% 亚马逊跌1% 苹果跌0.5% Meta靠稳升0.2% 接着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马百度比港股升3% 至算报99.92 亚里和网易升超过2% 腾讯和美团比本港收市 升0.4%至0.6% 京东就轻微偏远 而汇丰控股ADR 至算报58.79 比本港收市格升1.4% 友邦都升到0.4%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红线南亚泰区股市方面 就是各别发展 日本股市升0.2%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5,559点 升81点 南亚指数升0.2%左右 而澳门股市偏远 澳洲市跌了0.6% 而新西兰市跌了0.4%左右 接着看道指期货的表现 暂时偏东不大 升1点左右 然后再看恒指黑旗 待会预示港股 今早早有没有彈 但是黑旗的反应 暂时不是变得很大 跌了26点左右 正在升6点 接着就和Eddie 谈谈外围一些最新的数据 大家在等待 美国的零售数据 出了昨天晚上 看到是强过市场预期 12月份零售销售 按月升了0.6% 市场原先预期 0.4% 所以数据比预期好 兼且是三个月以来最强 看得出圣诞价 旺季的消费市 都仍是稳健 同时也公布了 工业生产的按月升 0.1% 都比预期好 所以就好像市场对于 今年减息幅度的信心 又再下降了 刚刚就联储局也公布了 最新的经济学皮书 但看到就业市场也放缓了 但如果你看回联储的官员近期 接连的发言 其实都是说 市场对于减息的预期 看得太乐观 你怎么看 虽然减息的预期 也是降温 以及一些最新数据 都进一步 核实了大家的看法 但美股好像 是否还是一个高位整固格局 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 有没有机会 有一个再显著的跌幅 其实过去几天 我会说市场所发生的事 就是反应 其实跟我们上次跟大家说 甚至我每个星期一说 预计一些不同的资产变化 其实是符合我们自己的预期 就是说什么呢 首先我们会继续见到 美国的经济数据是有盈力 但是例如说 劳工市场虽然是不错 销售是不错 但是工资增长是会有放缓的迹象 但是另一方面 始终市场之前 就炒得太多减息 短期来说 是炒得太多减息的 变了其实是要有这样的 adjustments 就是调节利率上的变化 所以其实随着联储局的 其中一个会员走出来说 其实都是不断地 让市场降温 不要炒得太多减息 这个位置 我今天未必花太多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如果要解释 其实可以很复杂地就是 究竟那些人 我上次也有说 我不会去想 究竟市场是叫做炒减息 属于乐观还是悲观 因为其实你放在经济的角度 和放在市场 炒减息的角度 你可以看着经济是差 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 反而是 risk on 还是 risk off 是容易说的 但是上次也有跟大家说 其实 risk off 的机会是大些 你看到木头遮那些 就是过去这几天 再跌多了 就是高低位 其实也曾经跌了17% 但是钱虽然是 risk off 但是继续跌到相对大型股上 所以看到其实标普500指数 都只不过在扎幅整固 在这个角度下 我觉得最重要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 你当着可能这段时间 好像现在大家在屏幕上 看到标普500 就是说市场会不会有些什么气氛变化呢 其实刚才我觉得 美国经济数据 就不应该会令到气氛变化得太厉害 因为始终你经济引力好 其实对后面的盈利增长 或者毛利扩张是绝对有支持的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可能令到市场 这段时间是有一些错额 硬勉勉勉叫做错额 就是说例如通胀数据 好像英国那样 其实它昨天的通胀数据 是比市场预期高的 这一件事我相信 如果有留意着 我拉伟一的分享的时候 其实都有提到 其实现在市场 或者大家作为投资者 就不应该再想得太多通胀数据 会再急速回落 甚至有时高个市场预期都不出奇 因为会开始反复 是的 所以我只是很简单说完 就是我自己会看 亦是预计了美汇 以及美国十年债息 是会有些反弹的 正如现在发生的情况 我自己看十年债息 可能大家会有机会看到 上去四点二几 这样 我暂时当是一些中性横行 美汇其实我自己 原本是看它反弹到104 最多105左右 就是这一次的浪 是的 但也想不到它最主要是升得急 是的 但是在这个叫做区间圆盘 如果那个幅度 就没有什么怎么离开 就是我们自己的看法 是的 所以简单一些 总括来说 就是很高风险资产的东西 继续是可能要是继续 会令到它避一避 是的 但是市场我就觉得不是悲 而是每次逢低吸纳一些优质资产 嗯 那你既然都说 因为其实个别是资金 都还留在一些大股 但其实可能很多股份 都跌了不少 还是最近焦点 就是AI晶片股 尤其NVIDIA那些 如果这样的市场 就是继续走下去 这一类股份 会继续冲高 还是其实都差不多呢 还有如果你说趁有调整 去吸纳一些优质股 是继续选择这些股份 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加吸引的潜力股呢 始终现在是美股业绩期来的 那所以呢 其实当然我明白 那些钱有些会继续 放下去AI晶片股 但是某程度上 就是代表 其实他们已经在 预先炒定那些业绩的了 是的 我只是这么说 其实都是之前 就是那样东西 就是secular trend 就是在跨周期的东西 那你现在这一刻 大家都会很认同 跨周期的东西 都是在AI相关的 是的 所以你看到AMD NVIDIA 都是这样的 继续推上去 但是我自己这么说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要看淡的原因 暂时在这些情况 就是说 secular急了些 是不是不敢追 或者可能短期 就是短期 可能几天的直播率 可能开始低了 这个可能是自己 心态上的调节 或者注码上的调节 但是你说这段时间 我觉得 因为如果刚才提到 就着业绩期 補充一些 如果看了晶片 我估计最快就看了 今天TSMC的业绩 究竟这些指定是怎样的 是的 这个可能会令到 晶片股 一定会透气 还是不透气 但是就着现在出了的 业绩股 其实都是以银行大型股为主 是的 其实我会这样看 就是现在 就是今个最少 就是这几个月 大家在看经济下行 和利率见顶回落 这个情景应该是最合理的 是最理性的一个看法来的 那变了呢 再造就回 就是我叫做 summarize 回 现在美股的银行业绩 其实出了来 你看到很多都叫做 逼了市场预期 但是呢 还有那个消费 正如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 消费数据 其实上面 不是有特别 有些什么 暂时转差的信号 是未见到的 是的 但是很明显就看到 那些银行 其实他们的指引上面 都是告诉大家 未来可能 那个net interest income 因为利率回落 都应该会受影响的了 是的 例如好像Wales Fargo 那些呢 就直接说自己 嗯 他们那个 deposit 是会开始慢 那这些 这些很明显就是 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和经济敏感度高的板块 就是要摆开一点点 是的 因为不受惠 是的 所以这个板块 我自己觉得就 嗯 属于其中一个板块 会摆开一点的 是的 但是当中 如果真的要找的 那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看 嗯 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是有M&A 是的 那有些 就是profit equity 就是有些交易 可能做得多一点的公司 可能会好一点 例如可能出了业绩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用的是M&A 或者PE 这些角度去看 那可能是会去看 MS 就是monestani 或者Globensack GS 多一点 是的 但是就 就是我觉得 如果有得选择的 就是金融股 就真的要很脾气 就是不要整个板块 那样捏下去 嗯 就是两间大行 GS和MS 都是可以考虑 是吧 嗯 那样的话 港股可能更难选择 我们转体的港股上是表现的 然后就和Andy谈谈 港股现在怎么办呢 那麽港股就连跌第四个交易日 恒指低开101点之后 跌幅立即就扩大 下午之后 曾经急跌了最多670点 低位建15194点 恒指最终跌了589点 收报15276点 成功額增加到13005亿 波子跌近百分之五步3160点 美团下车近百分之七 跌穿69元的招股价 阿里跌百分之四 京东跌百分之六 蔚来 小鹏汽车跌超过百分之九 比亚迪跌超过百分之四 看北水本路 港股大跌 北水就继续厚低吸纳部署 全日录得59亿三千万的淨流入 现在是轻轻轻融化的 地区 移动 最后